第一个就是插件 我们之前讲登录的时候 首先讲的Cookie对吧 Cookie完了之后讲的Session 这一步呢 其实可以通过一个叫ExpressSession的这个插件 来直接为我们把这个事情做完 前提是我们已经了解了Cookie和Session的原理 解决完原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插件来很轻松的实践 后来我们在讲Session的时候呢 又有一个Redis对吧 然后Redis怎么连接啊 怎么去操作啊 以及这些我们也讲了很多 但现在这儿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个Connect Redis的这种方式来去实现 其他的原理和我们之前讲的原理是完全一样的 只不过是他封重的插件 让我们用的更加简单 更加方便一些 再往下呢 就是RequestedSession保存登录信息 登录信息校验呢 就做成中间件就可以了 所谓的登录校验做成Express中间件 就是类似于我们之前讲Express中间件的时候 讲那个LoginCheck的中间件 是非常非常类似的 所以说有了之前的基础 我们在这儿再讲就非常的顺利 以及RequestedSession保存登录信息 这个我们也是之前就讲过的 对吧 只不过这儿呢 我们通过这两个插件使用的时候呢 这个RequestedSession它会 让我们用的更加顺利 更加顺手一些 具体的我们可以去代码演示一下 好 我们可以先把这两个文件先关闭掉 然后我们先不去管它 不去管它 先多列一下 然后打开这个Apps.js OK 接下来呢 我们要安装第一个插件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打开控制台 先停掉服务 安装第一个插件应该是 APM install express session 好 把这个淘宝就先来考上 这个Apps.js 就是能让我们很轻松的去实现一个 Session的功能 而没必要去自己去写 但是原理上和我们之前写的是一样的 我们看一下怎么去用 首先安装完之后 安装完之后 我们在这个Apps.js里面 我们先去引用它 Session复制成 Require Express Session 引用完之后 因为我们的Session处理 要在这个路由之前 所以说我们就在这 解析完Cookie的时候 我们就去解析这个Session 其实逻辑是一样的 我们用这个中线件的逻辑 然后把这个Session拷贝过来 Apps.js里面 Session Session里面去执行这个函数 它会返回一个中线件 执行的时候 我们又要传入一些东西 第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Secret 所谓Secret 就是很类似于什么 很类似于我们之前 打开这个Utios这里面 很类似于我们之前讲 加密的时候 这个密室 很类似于这个密室 它也就类似于一个密 就这个东西 类似于一个密 其实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东西 拷贝过来用 它就是一个字符串 当然直接拷贝过来用 这个地方的密室 和这个地方的密室 就完全一样了 对吧 那为了不保证完全一样 我们可以就是随便改一下 反正就是一个字符串 就是一个密码 我们怎么去做 怎么去方便 怎么去做就行了 就是我们这样 最比较保密的方式 比如说有大写字母 小写字母 然后特殊字符 然后数字等等这些放进去 应该就比较安全了 然后第一个是密室 第二个是 我们说过 登录必须要用cookie 对吧 Session是一个服务端的存储 就cookie是 它和科沃顿的一个接种逻辑 这个我们之前都讲过 那我们这儿也要设置一个cookie的配置 cookie里面 我们需要配置什么呢 之前讲过 第一个我们 没错 第一个我们要配置一个pass 对吧 pass是game路 这样的话cookie在前端 每一个路由都可以用的 第二个是什么 是一个atponly 然后设成一个true 这样的话 就让前端GS 没法去防卫我们这个cookie了 只能后段来操作和保证安全性 第三个呢 就叫expires 对吧 expires在这儿写不是很合适 因为我们之前讲expires 还要做一个函数去 打个看一下 还要做一个 就这样一个函数 然后返回特定格式的一个时间 这个其实 不是那么有 所以说我们这儿就改成 用那个maxage就可以了 maxage就是说 你只需要给我传上失效的一个时间就可以 就是一个时间段就可以 所以说我们这儿别小24小时 24小时乘以60分钟乘以60秒 乘以1000毫秒 这样的话就很简洁了 对吧 就很简洁了 就是24小时之后失效 其中这个你写不写无所谓 因为这个它是一个叫默认配置 就是你如果不写 它也是这么一个page 以及这个写不写也无所谓 所以它是一个默认配置 我们这个地方 这两个就可以完全加一个注释 你写不写它都是这个值 所以说完全加一个注释 好 先保存一下 先保存一下 好 这个时候呢 它就有了 我们去执行完这个中间间之后 每次去生成ATP请求 它就有了这个session的值了 就有了session的值了 可以简单的试一下 比如说我们现在 np.run第一位 启动这个服务 启动服务之后 启动服务之后 我们先看一下 现在这个cookie里面 有没有值 好 现在cookie是空的 对吧 我们刷新 重新试一下 好 刷新 然后 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我刷新了几次之后 它这里面就有了 我可以这样打开看一下 比较明显 再放大一下 它这里面就有了个connect.sid 然后呢 value的什么东西 咱们不知道 对吧 我们说过 登录的一个比较安全的方式 就是cookie里面 传一个userid 只不过它这不叫 有的id 它这叫connect.sid 名字不一样 然后value呢 肯定就是一个k 对吧 我们谁都不认识 这样对于安全 然后pass是gain目录 然后 时效时间 这有了 以及这个atponly 这个对号 也已经打上了 对吧 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 这个登录的功能 这个session的功能 就是真的是已经实现了 真的是已经实现了 也就是说 我们session 真的是已经生效了 从这儿的看来 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测试 就是我们在这个打开这个routersblog里面 不在这儿了 在这个user 在这个user user 然后我们可以加一个router叫get 我们叫sessiontest 然后加个中间键 requestresponse next 然后我们说过可以通过 request your session 来获取session的值 对吧 因为我们在处理路由之前 已经把这个session 这个中间键给它注册上了 所以说它会执行这个session的 这个中间键函数 然后它就会为这个request 这个session里面去处理化一个值 当然它这个值 前提 那个一开始肯定是空的 对吧 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个什么测试呢 拿session去记录一个浏览次数 比如说if session.viewnumber等于9 就是没有的话 没有的话我们就给这个值 复制成一个0 然后再往下给它做一个加加 然后response.json 然后点击